中文字幕 李宗盛 OK,嗨,不好意思,刚刚因为那个 本来是预计要9点,那因为刚刚过来还在忙 那再加上过来 9点15分过来的时候,发现网络稍微有点问题,所以 也累了 我忘记了 好,一定会念对 你提醒我了 然后 变美的方式从仪器注射 微创到手术 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 没法给你全面的注意 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 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 理工全方面的知识,打破商业化的 聊天,选择最适合的建议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张帅打破一枚日子 那大家说晚安,今天又是礼拜二晚上,然后说 又是张帅打破一枚日子 然后这一次呢 大家就是上礼拜二每次晚上的抽 我们今天还是在讲抽 大家有没有觉得一开始 我们有多一些 一些可爱的动画跟一些效果 我们处资数十亿购买的重金准备 可是现在好像只有YouTube跟脸猪 跟那个脸猪 就是 马来西亚是不是叫面子猪 Facebook 面子猪是新加坡说的 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呢 有很多的效果 跟以前都不一样 看起来更精致的 那那个 大陆这一边呢 因为它有一些软体强的问题 我们还在处理 希望可以给大家看到 更漂亮的画面 还有 之前有一些人反映说 我们有些图透过镜头上面看 变得不是那么清楚 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今天也在改良 以后会直接从这个 画面用输出的方式 就很清楚看到我们做的那些表格 还有我们的那些图片 那另外 现在其实 上上礼拜也有 来诊手的客人 我不是说 他每次 看我们直播 他是觉得很痛苦 因为他觉得声音很消声 那大家现在是不是觉得声音清楚多了 大家应该觉得声音清楚多了吧 那如果大家觉得声音清楚多了 记得也跟我们回音一下 如果大家觉得还是不清楚 记得提醒我们一下 然后我们会再加一概念 好谢谢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 那哪有啊 还没开始了 我也没讲 就可以下班了 我今天八天都开始吧 没有 还有两题 我们上礼拜讲了三题 还有两题没讲完 好 有很多朋友想了解抽纸的目次 所以我们就是 还是要方便 这是我们要展现我们的特效 来 问题 在这里 这个时候画面 是不是问题就跑出来了 有没有觉得很酷 抽纸后一定能有完美比例的曲线吗 这个跟几件是有关系的 其中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第一件事情跟我们的这个房价其实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大腿有一些人他的大腿他可能就有点O型腿 或者是有一点往这个内歪的这个状况 或者是有一些人他脊椎有一些刺腕的状况 这个坦白说都会影响到这个曲线的问题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举这个脊椎刺腕 当我们脊椎弯一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你的这个 因为我们的肋骨啊 后面是接在我们的脊椎 你的肋骨 还有你的整个胸盆高低就会不一样 那他这样高低不一样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腰两边高低也会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奇怪 不管你抽的多干净 你的曲线两边就会很对称 那或者是有些人呢 他本身因为他的大腿的骨头 是稍微有一些曲度的 那你说要看单纯靠手指抽到他很直 这当然也是不切实体的 所以我的习惯呢 就是我每次在抽纸之前 在晃性之前 我一定会这样 客人先做几个姿势 我们要先看你的股价的状况 好 这点非常的重要 有时候客人说 奇怪 你又不是这个骨科医师 或是附件克医师 你为什么都会去看骨头 因为这个的确 有可能会影响到你出过的曲线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说 讲到这个抽纸的这个曲线 那即使有几件 有几个小动作 我们在一次抽纸的时候 他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动作 会影响到你曲线非常的明显 像我们下礼拜二开始会 开始讲个别的细纸 下礼拜二我们要开始讲肚子 肚子的这个细纸的一些律师 就是 我们这几次讲细纸的律师 都是真的一个大观念 我们开始会整个一些细节 因为有很多的客人 他的客人没有办法当下 或是很多观众朋友没有办法当下 他没有想到问题 或者是 他是事后才看到影片的 然后他会问到很多问题 那我们会细小一步步讲 比如说讲肚子的曲线 很多时候大家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吸纸就是尽量把它吸干净 尽量把它吸越多 曲线就会出来了 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喔 男生跟女生的曲线是不一样的 我举个例子 可不可以建议一下 可以下半身就好进来画面当中 好 这是我们的 没有没有你站着就可以了 杉杉 他是 疯狂的杜皇 不知道他是这个习惯性 穿衣服穿的比较少一点 他这个肚脐 你这个可以解开吗 你是裙子啊 对不起 不要再拖了 千万不要再拖了 好 他平常就是这样 我们来看喔 像我们在讲 腰侧这个地方 男生跟女生抽的就是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肚脐过来这个 旁边腰再往下这个部位 在这个地方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我们的这个座骨啊 上 这个上缘 这个 这个位置 这个 这个位置 这个 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的这里 不管男生是女生 我们都要尽量 能够去抽干净 我们就尽量去抽他 但是下面这里就不是喔 如果是女生 我们有时候这个地方我们会刻意 留一点点 但他这样有一个腰身 可是如果是男生就不一样 这个地方我们希望 可以把它抽干净一点 甚至可以抽出一个这样子 一个三角的一个曲线出来 这样才有办法去做出这个男生的这个 这个腰的这个 这个感觉 这样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感觉 所以 抽子 在雕区间 不是说我们抽干净 或是抽越多 你曲线会越比较好 有很多的部位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必须 要留一定的曲线出来 他才会好看 再比如说大腿 很多人想说 我大腿就是这样抽越干净越好 特别是大腿的侧面 尤其 在马鞍这个部位 很多人就觉得 我这里一定要抽越干净 可是大家看喔 如果我们大腿侧面 抽的真的抽太多 抽的很干净的时候 啊 对不起 稍微让侧面过来 不用抬起来 你过来一点点 好 看不到 看不到 像 前面 我是说侧面这个地方 如果你这个量真的抽太干净的话 他大腿这个量 他会是 一个凹陷的一个构槽 有些人喜欢这样 因为他觉得这样很健美 好 因为你看那些慢跑的选手 或者是 那些长期一点点净的人 他的大腿内侧是 外侧是有一个构槽的 可是呢 呃 对于一些女生而言 他会 或是一些男生 会觉得女生的大腿要稍微 不要太粗 但是这样稍微还是圆圆一点 呃 因为如果你太 呃 抽得太干净 他就会显得很干 显得不是那么的润 不是那么的 这个漂亮 所以 很多的人跟抽大腿 我们必须要沟通 你希望 能够抽得越细越好 还是你希望保有 你生的那个 一点圆润的美感 不粗 但是圆润 好 我举这两个例子 大家就会知道 抽脂不是抽干净 就一定好干 抽脂不是抽 所以不要抽到很 呃 测测底底 他在挑战 很多时候 对于我们而言 抽脂很重要的是 雕出 那个曲线的美感 那雕出曲线的美感 就是大家挺有趣的 就像雕刻一样 你手上拿到一个 很容易要雕刻 雕刻就是把它上面所有的东西 杂质全部都雕掉啊 就一定好看嘛 不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雕刻 其实就是要雕出 一种漂亮的样子 那才是雕刻的价值 一样 抽脂 这个动作 它就是一种 人体身形的雕作 好 这是一种人体体态的雕作 不是把上面的皮下脂肪 的那种感觉 就叫做雕刻 你必须要看她是男生 或是女生 你要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一位客人 他要的是什么 他喜欢走圆路的 不感觉 还是他希望自己走建美工 好 这都是不一样的 就像 比如说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抽肚子的时候 很多男生希望 抽出有一点 这个 父亲的感觉 越强 越好 可是女生 你抽出有父亲的感觉 对很多女生的感觉 她会觉得 太阳高 她希望的是曲线 那这个曲线 在很多女生 父母的表现出来 就是所谓的这个 巴掌线 巴掌线 也就是我们两天 两派付自己 旁边的小凹钩 她要的是 这个 直的凹钩 而不是 狠的这个凹钩 如果你把它抽得很干净 也这个狠的都抽出来了 对很多女生会演 她会觉得这样子 不够原理 不够好看 好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还可以举例子 又举越多 我会 比如说 同样刚刚讲到肚子 我们在雕 我们腹部 腹部呢 很多人以为 我既然要 要有展现主持的 身材很好看 肚子的中央 不是也会 就是两排腹肌 两排腹肌 中间交界 两排腹肌三下 就是从上到下一条 凹钩才好看 其实也是不好看 好 怎么样 对一个女生也很好看 我们上肚子一上 有一个微微的凹钩 肚子一上 肚子一上 我们就不去掉出这样的一个凹钩 这样子 你才会觉得说 这个曲线 它是有点原润重 但是肥胖 然后 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曲线 而不是深刻刻印出来的一个 狗狠 所以 从此绝对不是错感觉 就叫做雕塑 雕塑 必须要看她的状况 好 OK OK 我们到今天的最后一题 对 实际上有在就是 她的朋友 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的话 就是现在都可以留言把她问 然后我们在最后一题讲完 都会醒张会帮大家回答问题 好 不行我们要用特效 诶 问题 特效我跑出来吧 特效很酷 设则 抽资方式都一定要引流 血都有伤口 好 呃 这个问题其实是 我坦白说 在几年前 呃 因为有很多的诊所他们为了 为了要一些商业商的说法 那个时候最有行的一种项目叫做雷射龙子 大陆叫做激光龙子 然后呢 当时她很多的诊所会告诉客人说 我们要雷射龙子在那边融融 就好了 她不需要去抽 好 然后顶多需要加一个底部 这个动作 好 这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语言 好 呃 我就在这边打破一些谣言 事实上 事实上大家听听听说 所谓的抽脂引流 引流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抽脂 因为很多的民众他听到抽脂会害他 他听到吸脂他会恐惧 所以就有一些医疗院说他发明出一个词叫做引流 所以我们没有抽我们没有抽我们只是引流 引流意思是我们把脂肪引流出来 好 那这其实是一个不用文字上一个很巧妙的说法 事实上 这个所谓的引流 就是只把这个脂肪用管子把它抽取出来 他基本上就是抽脂肪的动作 他只是换一个名词来迷惑 来制造一个名词 好 那目前我上次包含我们的之前很多youtube 或是之前有些讲解 我们都说我们抽脂有很大方式 手术融质有很大方式 大家如果有进去 可不可以等下我们把我们之前youtube的引用 有介绍所有融质的方式 包含用仪器的方式 用注射的方式 用抽脂的方式 用抽脂的方式 好 我们那时候讲所有抽脂有这三大方式 不要把影片放上去 这个脸书或是youtube 好 那这个抽脂的确分成这个仪器 里面有什么动容纸啊 什么什么这个比如说 遗迹 还有分所谓注射五大消致症 还有所谓的手术 手术抽脂分成五大类 手术抽脂分成五大类 手术抽脂绝对是里面最有效的 跟其他比起来它的效果是 这五大类的抽脂是哪五大类的 之前我有讲过 第一个就是传统抽脂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动力抽脂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水刀 水刀水动力 第四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雷射也就是所谓的激光抽脂 绝对都要加上抽的这个抽稀的这个工作 也就是所谓的营牛工作 比如说因为在几年前台湾那时候很流行 那个雷射龙子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错误的说法 告诉你说雷射龙子是所有的 营牛龙子里面 营牛龙子里面 伤害性最小的 我之前跟大家讲 真的是一个名字 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它数额很容易造成一些 阻止比较严重的陷阻化 它的国外性 绝对不是最小的 那也有之前就有人跟你说 啊我们雷射龙子那个 过去之后 那脂肪就在里面代谢了 它就不需要再去把它抽出来 只需要在里流出来 好 如果你的这个效果要好 你做成的效果要好 你这个瘦身的效果要好 这个 那个 即 不管你做的是雷射龙子 还是其他其类 你一定都要把这些脂肪 把它直接抽集出来 这样效果才是最好 你放在里面 让你的身体去代谢 它效果很差 为什么它很差 一则是这些死掉的脂肪细胞 它必须经过你的体内 去把这些油脂带一点点 会让你高血脂 会增加你肝脏的符合 这是不好的 二则是 你这些组织放在你的身体里面 这些胆固醇 或者这些肾脂肪细胎 在组织里面 它都是一种内发炎的物件 它其实会造成你的 伤口不原 你的组织 组织 组织 再来一次 当它有这些 发炎怀疑发生的时候 它就会间接刺激 原本这些脂肪旁边的干细胞 再生为新的干细胞 你就是想要把脂肪细胞弄少了 你还让它产生性的干细胞 你的干细胞 产生性的脂肪 那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啦 所以 任何的抽脂 最好的要加上抽脂肌的动作 也就是所有的应用 这个动作 才要把它达到真的好的一个效果 千万不要想说 喔 弄一弄 抽脂好恐怖 其实只要很恐怖 我只要已经在你弄 我让它自然在你弄 这样效果是很差的 好 我们要准备回答 所有朋友的问题了 还有朋友要有问题要留言喔 有 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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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 提问时间 对 提问时间 好 我们的第一集 如果抽了 会凹夫或平台有救吗 有的 有的 这里面 其实 好 凹夫不平有两个状况 第一种状况 是先骗的 特别是 女生 女生 因为她脂肪细胞排列的问题 所以她先骗就会比男生容易产生凹夫不平 这种凹夫不平就是所谓的距离 你看有些女生 她可能变胖的时候 或者是她突然变瘦 都没有抽过 只是她看了一个凹夫不平 那就是所谓的距离 另外一种状况是 人工产生的 人工产生的 就是说 因为之前的抽屋子 完全造成凹夫不平 这两种状况 其实都是可以改善的 那 如果你是之前抽屋子 那 这个 这个 里面呢 她除了凹夫不平 她常常还会伴随着一些距离的一些纤维 或是硬化的状况 所以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比如说 像这种凹夫不平 是不可能一次就可以把它完全改善 有的时候需要好几次的 这个 赤雕槽 那问题是怎么去处理呢 处理这样的凹夫不平 或是处理这样的距离的状况 第一个 就是 呃 呃 呃 我们可以用这个摩歇 这个 这个 罐子 有些特殊设计的罐子 大家一定要看到 看到罐子都太大 或 这个 我们这里有很多罐子 它前面是像那个极状 但有的看起来就像一层层的塔状 或是 很像一个 像那个金极状 它在组织里面这样来回的过程中 它可以把一些纤维组织 然后把它 把它这个 这个松解开来 好 那松解开来的时候 你原本有一些因为沾黏常识 它是老虎不平 这个时候它被松解开才有空间 好 所以第一个步骤我们一般要去松解 这个其实很多的 球子的 这个教科数量都写到什么 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需要去抽 什么叫需要去抽 抽就是要把一些多的部分把它抽掉 好 多的部分把它抽掉 好 第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需要去体验 哎呦 还要去填 为什么 凸的部分我们需要把它收掉 有一些凹的部分我们自然需要去贴一些 所以第一个部分 我们把这个纤维的东西把它 把它分离开的时候 把它多的去掉 再把少谷做一些 好 这样效果才会比较好 那这个是一般教育常说的方法 好 那像现在有比较先进的 那所谓的超音波融資 它用来处理凹骨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超音波 它皆有共振的原因 好 去把那些脂肪系绑 把它这个重新的 其实上面把它震 震下来 好 然后 这个超音波它融解过去的 状况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些 啊 我铺的这个部分 多的部分 它可以很轻易的 被超音波把它融下来 好 那融下来之后 其实 嗯 有一些衣食革命中间 呃 他这个 或者是一些国外的一些 这个经验分享 好 他们发现说 诶 这些融解下来的这个 这个脂肪 好 不是完全 不是说像一般那个 每次融解下来的脂肪 它会死定 不是哦 超音波它很多融解下来脂肪 它有一部分 它它还是有 还是有作用的哦 好 那我自己 好用这个超音波 好处理过非常多的那种 好不容易 把人家处理这种 我觉得它效果不错 什么意思是说 它 不用像传统那么麻烦 去做这些生意的动作 我们超音波这样融解过去 过后 好 那 那 这些脂肪呢 一部分呢 我们它留在里面 我们没有说完全把它去 抽掉 那 我们再把它 再把它穿成 好 或者是把它包起 诶 你会发现说 那原本 凸的地方 被你超音波融掉了 原本凹的地方 这些融掉 这些脂肪细胞 它后来都会满均匀的分布 可以非常 更明显的改善 这个凹骨的部分 好 虽然有的时候它还是 比较严重的 它还是需要两次三次 这个四次的这种处理 但是一些比较轻的部分 这种处理 要效果都这样做 好 第二 跟第三题 是同六朋友讲的 他问说 抽完橘皮 会一直收起吗 然后他下题是 抽完如果没有认识穿错声音 会有橘皮 的传声吗 好 我 我现在是回答 因为我 今天会讲那个 没有穿梭声音 有没有可能会长得更具体 其实只有可能 只有可能 因为 我们 好 穿梭声音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是为了要打你 你这样看 我们什么叫抽脂 抽脂就是 这只皮肤 他那个模型有很多 你看 这只皮肤 这下面是皮下脂肪 皮下脂肪的下面就是肌肉 我们在抽脂的时候 是不是它会有一个分衣的状况 好 如果我们穿梭声音有的时候 我们穿的比较贴合金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皮肤 跟皮下的组织 重新结合在一起 那有的时候 如果你抽脂肪 有时候要穿不穿呢 你的这个皮肤 跟皮下的组织 它结合状况 它可能有的地方 结合到一样 结合不好 那事后是不是就会有 一些波浪状的感觉 所以的确会有些影响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 教科书 大部分的 很多路 都还是 站在 希望术后 要穿梭声音的这个 方式会比较好 好 那你刚刚讲的前面 就是抽完橘皮 是因为松脂吗 会不会造成松脂 他说应该是 如果抽完橘皮 是因为 应该是产生橘皮 抽完就成为橘皮 会不会产生橘皮 是不是因为松脂 不完全是因为松脂 大部分是因为 一个是 你看到这个皮 我们抽完之后 他如果 你在抽的过程中 他没有抽的很均圆 然后突破橘 他就会 产生这样的橘皮 或者是 他就算抽的很均圆 你因为确实力 没好好穿 结果 有的地方贴合 两秒贴合 那也会可能 产生这样的突破橘皮 好 我现在要点外国人 当我答应你的 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有点 我怎么看的看不起 看没办法 有什么意思 好 我先用英文版 看你会不会 他说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in liposuction for slimming and attract fat for the use on S-feeler Slimming 对 就是他说好像就是 可以 有没有任何差别 在于只是抽脂 或者是 提取脂肪作为 填充 噢 他说这两个也没有什么差别 噢 OK OK 又 但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我举个例子 我们讲抽脂 研究 好 这里面有 呃 你刚刚说的 这位国外的朋友 他问的问题是说 同样是做吸脂这个动作 如果这个吸脂 他是为了要 塑身 跟我们是要把这个脂肪拿来做填充 填脂 那他有什么不一样 那两个还是不太一样的 呃 呃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 如果你今天只是为了要把脂肪拿来做填充 我们只需要拿足够的脂肪就好了 我们不会把他抽的 所以你要把他抽的很不开心 啊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为了sleeping 你是为了要塑身 我们当然是 要去雕塑你的这个身体 哦 你的范围已经抽到是比较大的 好 再来 呃 今天如果你是为了要 填脂取脂 哦 哦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填充 我们用的脂肪 量的没有很多 我们重度这个地方 我们只需要一小部分 然后我们再抽这一小部分 这一小区块内 我们抽的很均匀 哦 不会让他熬度不平 然后抽取脂肪 过两个脂肪就好了 可是 如果我今天是为了要塑身 他是需要 他范围要很大 我们要考虑的 就不是局部的均匀 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整体 哪个地方要抽多一点 哪个地方要抽少一点 哦 所以它是很不一样的 要看你的目的 你抽脂的能力是为了什么 你只是要单纯把这个脂肪 拿来他们填充或使用 还是你是为了掉作 这会影响到我们的抽脂 你当中我们一开始定的 手术计划 我们一开始定的 我们要抽的方面 它会是不一样的 好的 还有朋友有问题吗 困难 我们先去吧点数 大家有问题 我们今天那个 在演出跟这个 YouTube上面 应该有一些新的视觉效果 是让大家喜欢的 好 我们后续 之后 我们有一些表格 一些影片 我们也会这样子成熟 我想大家更清楚 那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收银品 只好很多 也可以跟我们说 那代表我们现在新采购的 这些 一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 这个 大陆地区的朋友 然后我们也接下来 我们也会想办法去改讲 这个直播的 直播 好 当然什么问题 可以欢迎 之后 继续留言 好 那 我们都会 陆续续的去回复你们 或者是你们有什么 其他问题 希望我们直播 来讲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参应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 客人都会跟我讲说 他想要听什么什么 我们现在有拍的各式各样的 这个讲解在后面 好 那 像戳指 其实是一个很大范围的东西 我们这几次的 讲的戳指 都是讲线讲的概念 我们接下来 一阶段开始把一些 场面的名词 拿出来 跟大家讨论 好 那 希望大家也可以 帮我们介绍 多一点朋友 来看我们的直播 然后得到一些 正确的观念 好 那我们今天就 先到这 要让上一句 想他很讨厌的那些东西 他永远都不想讲的东西 他已经一万的东西 好 有要念这个 救命啊 变美的方式 从仪器注射 回撞到手术 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我时候给你 直接就录了 一开始就录我 用这个面 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 没法给你全面的注意 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 不能给你完全的注意 提供全方面的知识 打破商业化的谣言 选择最适合的建议 欢迎大家下礼拜二继续收看 张帅打破医美 对了 这礼拜四 是由这个 谢老板 是由谢医师 继续他的这个 这个 部分 谢医师好像有讲 他可能讲 可能讲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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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关系 我们会提早跟大家讲 如果他来不及 礼拜四 大家一定会看到 颜值比较高的 张帅 好吧 大家晚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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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同时放动画 你要同时放动画 你要先倒 好 一二三二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